洛杉矶市议会于上周五表决同意 将一项主张把街道游民安置在酒店内的条例 提上2024年3月的公投案 由洛氏选民表决 若这项条例公投通过 市府住房局将为游民支付市场价格的酒店费用 酒店业者也必须在每天下午2点前 向市府报告空房间的数量 且不得拒绝向游民提供住宿 反对方表示 条例将导致业者失去员工和顾客 市议员布斯凯诺也指出 这将伤害洛杉矶市的旅游业 并敦促选民否决这项措施 举报导 若没有提供游民足够的居住需要 这项条例还将禁止市府批准 任何新酒店和旅馆的建设